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工程给砸伤的 对吧 你甭管它是在工地的外面还是在工地的里边 只要是它被工地里边的东西给砸伤了 那么它就归第三者责任险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得跟工程是有相关的 人身伤亡疾病或财产损失的发生 极限于施工场地内 第三者可以在外面也可以在里边 对吧 它是没有特定的地方的 好 之后 投保人的投保人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均包括在重保的范围内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说的是第三者责任险呀 第三者 谁是第三者 跟这个工地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对吧 所以呢 你投保人的人员伤亡归谁呀 大家想一想 投保人的人员伤亡 它是归谁管 是归这个一切线来管 对吧 而我们这个地方问的是第三者责任险 所以肯定不是他 所以大家选的是被选项 这是我们的这道题的错误率比较高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第三者他到底管的是谁 之后来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就说的是税了 某体育运动员在一次世界性的赛事中 夺得一枚金牌 国家体育总局呢 奖励了该运动员的5万元的奖金 同时呢 几家赞助厂商呢 也向其发奖金的10万元 则该运动员的15万奖金呢 该如何去处理 对吧 那么你想想国家体咱们说 那么你就想着哪些是免税的就行了 其中里边有个什么省级以上的奖金 现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话 它就已经达到了省级以上 而且这个地方都告诉你了 我呢不仅个省级以上 我还是个部级对吧 给我们的住建部呢是一个同级别了 所以这5万的话它怎么办 它是不需要去交税的 而这个厂家呢是需要按照20% 这属于什么 大家想想这个奖金的话 它属于什么东西 属于哪一种 你想想 我们说个人所得有很多 对吧 那么这个奖金10万的话 它应该算个什么东西 能从猜出来吗 是个人所得 但它应该算是个什么 算是一个什么 偶然所得 对吧 偶然的收入 偶然的收入 按照多少 按照20% 是不是去收税 所以呢其中5万元的奖金呢是免交的 而10万的话是要去中收个人所得税的啊 选的是C选项啊 选的是C选项 好再来看第三题啊 说下列呢收入应当中收企业所得税的事 咱们说应当中收 那么哪些不中收跟你讲过 只要是跟政府呢打交道的 是不是就是不收呀 所以政府性基金不收啊 行政事业收费不收 财政拨款不收 应该是哪一个 哎股蝎红利 那这个呢是要收的啊 调了吧 好 那么刚刚呢有人说老师啊 你这个课前的题呢到底在哪啊 就在我的这个个人号上 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在每周三咱们上课的之前 你就看一下每周三呢我都会发推文 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推文里边它可能有两篇推文 或者三篇推文 你就看那里边呢至少呢它会放三道题 你就点开看一下啊做一下 好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官方号 大家特别关心什么时候出一件的教材了 什么时候一件报名了 什么时候一件出成绩了啊 那我们就在这个官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内容的一个讲解 那么现在的话 大家应该发现我的头上有这么一串 黄色的字体 对吧 那来读一下啊 说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上课的内容呢就直接呢 参照22版的二件法规教材来讲 所以呢是讲的是一件的内容 但是呢咱们也知道22年的二件法规教材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所以呢你会你就记着 只要是二件法规教材改的地方 那么一件法规教材 他也肯定会改 那我们就直接呢 把这个地方呢 来给大家按照新的来讲就行了 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以我讲的视频为准啊 视频为准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呢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担保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担保 那么担保呢 它总共有五种形式 分别是保证抵押 质押留置和定金 每年呢是考两道单选 一道多选考四分 所以分值呢来说呢还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呢 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担保 我们在实际的日常中 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对吧 我把钱借给你 那怎么办 你如果说不还钱的话 我基本上除了去告你的话 那是没有任何的手段 来进行一个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 你要找我来借钱 没有问题 听说你家呢有个名画 把你那个画呢押在我这 事后呢你如果不还钱的话 那我就把你个画给卖了 或者把你的画呢据为己有 对吧这样的话能够干什么 能够促使你来还钱 所以呢所谓的担保呢就指的是 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 或者双方约定 为了促使债务人来履行债务 从而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这么一种法律制度 就说白了为了促使啊债务人还钱啊 担保的方式呢总共呢有五种 第一个呢叫做保证 那么这里呢大家先写一下啊 保证呢是由人来做保证 好之后呢第二个叫抵押 第三个叫质押 第四个叫留质来想一下这三个叫什么 看一看你前面学的怎么样啊 抵押质押和留质这三个叫什么东西 还能想着吗 担保物权对吧 所以呢它什么 它是拿着物来进行担保的 好定金呢什么 定金呢是拿着钱来做担保啊 担保方式总共有五种 保证抵押质押留质和定金 其中保证呢是人来做担保 而抵押质押和留质呢它属于担保物权 是由物来做担保 而定金呢是钱 那接下来先来看这句话 说第三人呢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 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 人说老师什么叫做反担保啊 大家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好现在的话是有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面一呢想要去银行借钱 对吧 那么现在的话银行的话会有这么个想法 说我把钱借给你 万一你不还钱怎么办 那现在的话如果咱们先把他们定好性啊 你如果银行把钱借给念一 那么银行的话 其实他应该算什么 算是债权人 对吧 念一呢就属于啊债务人 好属于债务人 那么现在的话银行呢就特别怕呢 他不能还钱 不能还钱呢 银行呢跟念一说 你找个人来给你做担保吧 能够保证你按时还钱 如果你不还钱的话 让他来帮你还钱 那么这个时候念一呢 就直接呢跑到鲁班那个地方说 哎我要去借钱 你帮我们公司来做个担保 那么做个什么担保 我现在跟你说好啊 所谓的做担保呢指的是鲁班呢 应当对银行下担保 什么担保 我保证念一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说他不还钱的话 我帮他还钱 那么这就是我们担保的一种方式啊 其中这是保证 那么现在的话 这是鲁班呢要做的事 对吧 但是呢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是鲁班的话 你心里会怎么想 好家伙 我去帮你做担保 对吧 我向银行下保证 保证你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说你不还钱的话 我帮你还钱 那万一你真跑了怎么办 你跑了以后 这个钱肯定是我来帮你还呀 我又没用这笔钱凭什么呀 这个时候呢鲁班呢可以这样说 哎我去给你做担保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我听说你家里呢 有一个祖传的名画 对吧 那你把这个名画呢押在我这儿啊 祖传的名画押在我这儿 好万一呢那个时候你跑了 或者说你还不了这个钱 对吧 我可以用这个名画来弥补我的损失 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反担保 我去帮你做担保的同时啊 我需要你啊再来给我提供一个担保 那么这个行为的话 它就是一个反担保 那你会发现反担保的话 是谁和谁之间 是我们这个担保人和这个债务人之间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他是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的啊 好 那么再来接着往下走啊 说担保合同是主合的从合同 如果主合同无效 那么担保合同也无效 那么回到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来接着再来看一下啊 首先念一呢要去银行借钱 所以呢他和银行之间的话 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借款合同 对吧 会有一个借款合同 然后呢 鲁班呢是来做担保的 保证念一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 哎 鲁班帮他还钱 他对谁下保证 他对银行下保证 所以呢 鲁班呢跟这个银行之间的话 会有一个担保合同 好 那么大家想一下 我们签这个担保合同的目的是干什么呀 签这个担保合同的目的就是 哎打消银行的疑虑 能够把钱呢 痛快的借给念一 对吧 现在这个呢 就是同时后期呢 促使念一呢 能够按时还钱 所以我们签这个担保合同的目的 就是为了干什么 把这个借款合同来进行实现 所以借款合同是主合同 而担保合同是一个从合同 那么一主一从 大家想想 主子在古代对吧 主子没有了 奴才干什么呀 一般呢要去殉葬吧 所以呢就是 哎 担保合同是主和呢 从合同 如果主合同无效 原则上担保合同也就无效了 但是 凡事就怕出现但是啊 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来处理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啊 下面有个标黄的 我们来看啊 说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它不一定有效 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反推的 你说老师 你前面不讲了吗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也无效 那么反过来肯定也是啊 你主合同有效了 担保合同 那肯定有效啊 你现在想想 在古代主子活着 万一这个奴才他死了呢 对吧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他不一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还是一样的 你看 念一跟银行签的是一个借款合同 鲁班呢 跟银行签的是一个担保合同 他们都是合同 我们在后边第四章呢 会给大家讲 合同一定要合法 合法了以后才是有效合同 咱们假设银行和念一签的合法了 所以它是有效的 但是鲁班和银行签的违法了 那么他就是无效的 那你会发现主合同有效了 担保合同 它有效吗 无效 所以说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不一定有效 但是主合同无效 我们可以约定它是有效的 好 我先来说一下 首先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只要主合同无效 原则上就是担保合同无效就行了 但是我们可以约定呢 它是有效的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还是给大家拿这个司法案例来做解释啊 那么这个呢是福建省14年的这么一个纠纷 是这样的 说主债务人呢借款行为构成犯罪 大家想一下借款行为构成犯罪 就像念一和银行之间犯罪了 那么这个借款合同就无效了吧 那么借款合同无效了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主合同是不无效了 但是呢因为担保人呢 在这个保证书呢这么承诺 若借款人未能按约履行约定债务 保证在收到通知书后60个工作人类 无条件代为清长 不能存在任何意义 而且啊 担保的保证书下的担保是连续性义务 而且呢不受任何争议法律程序的影响 就是说就是因为有了这句话啊 所以呢你哪怕主合同无效了 但是法院呢也据此认为 该担保合同的效率呢 它是不受主合同影响的 那就告诉我们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可以啊 另外约定是有效的 但这个有效指的是双方的一个约定啊 这个约定 好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呢先来说一个基本啊 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原则就无效 但是呢我们可以约定它呢是有效的 当然如果说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 债务人担保人或债权有过错的话 应当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 就是谁各过错 谁就要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就行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它是怎么考的啊 怎么考的 哎 合同是不能乱签的对吧 就是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你就想着 你看人家说除了另一个约定外 对吧那就是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 它也就无效就行了 所以选择是C 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道题 关于担保的说法中正确的由 第一个担保呢是用于物权的一种 那么担保它是有五种形式吧 五种形式里边其中有三种呢 跟物权有关系 哪抵押制压和留置 那么这三种的话它属于什么 它属于啊担保物权 而不是啊用于物权 好担保的目的是保障特定债权的实现 就是为了促使啊债务人还钱 对吧好 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就有效吗 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它不一定有效 对吧 刚刚说过主人活着奴才生病了 那他就去世了 所以这个呢时候哎不一定有效啊 好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可以另外约定他有效 反担保呢不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 这个呢就要才能把这句话给删掉了 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下反担保的话 他是不是担保啊 他也是担保 所以只要是担保呢 他就适用于相关的法律规定啊 是适用的而不是不适用 所以答案呢选择是B和D啊B和D 好之后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关于担保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好第一个担保呢是用于物权的一种 这个呢对吗不对是刚刚说过的 对吧他如果真要论的话 那也是啊我们的担保物权 保他的目的呢是保障特定债权的一个实现 担保合同是一种什么合同 是一种从合同 反担保呢他也是担保 对吧哎他也适用于民法典 所以答案呢选择是B选项啊 选择是B选项 好之后呢再来看一下我们20年的这道题目 关于担保合同说法中正确的是 好第一个呢是这样说的啊 说保证合同双方当神是保证人与债权人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给它改一下 我们还没有讲这个点对吧 你又想保证是担保的一种对吧 所以呢你可以这样把保证改成担保 那么担保合同的双方当神是担保人和债权人 你想想是不是啊回到前面我们这个图 回到前面这个图 谁和谁啊鲁班和银行是不是签这个担保合同 我保证念一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他不还钱的话我帮他还钱 所以呢鲁班和银行签了这个担保合同 鲁班就是我们的担保人 银行呢就是那个债权人啊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讲一次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啊 没有问题的 好这个是对的 好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提供担保时 不得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 这个是可以要求的 主合同效率不影响担保合同效率啊 原则就是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他也是啊无效的 所以错了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 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说的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啊 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其中的一些相应的担保的方式 那么首先第一种呢叫做保证啊 第一种呢叫做保证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概念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概念 所谓的保证 这里呢说的有一个保证合同 是为了保证债权的实现 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 当债务人呢不履行到期的债务 或者发生某些约定的情形时啊 保证人来履行债务 或者承担责任的这么一种合同 那么首先呢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咱们就假设还拿着之前的赵四吧啊 对吧咱们在印象这地方举的是赵四 好咱们假设赵四呢去银行借钱 那么银行呢会说我怕你呢还不了钱 对吧你找个人来给你做保证吧 啊那么赵四呢这样说不需要找人 我以我的人格来做保证 我保证我能够按时还钱 那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银行的话 你会怎么说 你的人格不值钱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赵四呢只能怎么办 只能找一个他和银行以外的第三人 比如说留农来做保证吧 那么在这里边赵四的话所缘债务人 而银行的话属于啊债权人 那么留农呢他就属于啊赵四和银行以外的第三人 所以呢这里呢大家旁边写一下保证只能找第三人 啊保证只能找第三人 那么你在想着啊是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 我保证哎鲁班 不是我保证念一能够按时还钱 如果不还钱的话我帮他还钱 所以那下面这个三角关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 其实呢就是首先债务人跟债权人之间欠一份主合同 对吧 然后呢这个担保人 那么在我们这里的话他就写称是保证 担保人和这个债权人呢要签一份担保合同 对吧 你换一下的话就保证属于担保的一种嘛 就是保证人跟债权人签一份保证合同 来保证债务人按时还钱 那么签什么合同啊 签的内容是什么呀 可以通读一下 第一个被保证的主债权的种类和数额 就说白了啊 债务人找银行借钱或者肇事找银行借钱 借的是什么钱 借的是人民币呢 还是美元 对吧 我就帮他保这个东西 然后呢他借了多少 债务人的旅行期限就是这个肇事呢 他应当在什么时候还钱 因为咱们咱们会不会讲啊 旅行期限一结束就要进入保证期了 就要找你这个保证人要钱了 所以呢你得把这个旅行期限提前说好 保证方式后面会讲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保证 保证的范围我帮他保什么 或者换句话说我帮他还什么 以及保证的期间我帮他还多久保多久 那么这个呢通读一下 可能偶尔呢会考虑到多选题 就问一下说保证人和债权呢签一份保证合同 它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通读一下即可 之后呢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保证方式 如果你拿的是20版的教材的话 你就听我的就行了 你别再拿着20版的教材在那说事了啊 就像在21年的时候 甭管是一件还是二件 因为呢确实这个地方发生了公改嘛 接着就是说当时呢讲课的时候呢 按照新教材来讲 很多人呢拿着老教材听课 这个时候呢 那投诉层层的来呀 就说上课讲错了 跟他的教材不一样 你就想着只要跟你教材不一样的 肯定是你教材有问题啊 好 那么来看一下保证方式 保证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一般保证 一个是连带责任保证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有约定从约定 就是在保证合同里边约定 我作为保证人我承担一般保证 我作为保证人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有约定从约定 那么没有约定呢或者约定不明确呢 按照一般保证来承担这个责任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一个区别 所谓的一般保证呢指的是债务人到期不还钱 银行呢要催告他还钱催告他不还钱的话去法院起诉他还钱 起诉完了以后不还的话去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还不还的话再来找这个保证人要钱 这是我们一般保证的一种方式 而连带责任保证呢到期债务人不还钱 我们银行呢可以直接找债务人要钱 也可以直接找保证人要钱 所以给大家提了一个想要么我们不去做保证 要做保证的话一定要写清楚我做的事一般保证 不要去写连带啊连带的话风险太高了啊 风险太高了 好那么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有保证人来承担保证责任的 那就称为一般保证 好来看在合同中约定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有保证人来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就说债务人他确实不能还钱了 那么去找保证人 那么你想想咱们说一般保证的事先找债务人要钱 债务人不还钱去催告 然后去起诉去强制执行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还钱的话 再去找保证人吧 而我们的连带呢到期不还钱 可以直接找债务人要钱 也可以直接找保证人要钱 那么他这个地方就指的意思就是 如果说债务人确实还不了这个钱了 再去找保证人的话 那么他就是一般保证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程序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 没有经过审判或仲裁 也没有呢就财产申请强制执行 对吧 有权利拒绝向债权人重担保证责任 就说白了在一般保证中 如果说你没有经过催告 你没有经过起诉 你没有经过强制执行 如果你来找我这个保证人要钱的话 我怎么办 我是有权利拒绝的 你需要走过前面的所有的程序 但是有以下的四种情况除外 以下的四种情况除外 什么意思啊 以下也是在一般保证中 以下也是在一般保证中 你可以不去催告 你可以不去起诉 你也可以不去申请强制执行 我作为一般保证的保证人 你也可以直接来找我要钱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债务人下落不明 且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大家想一下 借钱的念仪跑了 跑了以后呢 他名下是没有任何财产的 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 银行卡余额为零 名下的房产也没有 啥都没有 就是光高二司令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找是要钱 我没有必要去催告了吧 我也没有必要去起诉了吧 我也没有必要去强制执行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直接找保证人要钱就行了 好第二个 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债务人破产的案件 债务人都破产倒闭了 基本上说明他已经没有还钱的能力了 没有还钱能力了 那这个时候我有必要去起诉吗 也没必要去起诉了 直接找保证人要钱就行了 债权人有证据证明 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 他欠了我500万 现在手里呢只有10万 还有490万他还不了了 我有证据证明他还不了了 对吧 那就没必要去起诉了吧 我就直接找你这个保证人要钱了 或者说有证据证明 债务人的财产已经怎么办 丧失了履行债务的能力了 直接没有还钱能力了 也没必要去起诉 没必要去申请强制执行了 好再来看第四个 说保证人书面表示 这个权力我放弃了 你作为债权人 你作为保证人 我作为一般保证的保证人 你作为债权人 你必须先去进行催告 必须先去进行审判 必须先去申请强制执行 才能来找我保证人要钱 对吧 这是我的权利 好现在我书面表示 这个权力我放弃了 就代表你作为债权人 你没必要去催告了 你也没必要去起诉了 你也没必要去申请强制执行了 你可以直接来找我要钱了 那么这就是这个意思 书面表示放弃了这项权力 对吧 那你不能反对人家傻呀 傻的就像我不希望你们降 那我也阻止不了呀 所以呢这个东西你不用管那么多 那么人家傻就傻呗 咱操那么多心干嘛 对吧 你就想着书面表示放弃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直接去要他 直接去要 好 之后呢再来看一下保证人的资格 大家想一下我要去帮债务人还钱 那么首先我得有什么能力啊 我要作为保证人 我要去帮这个债务人还钱 首先我得有还钱的能力吧 所以呢作为保证人的资格 首先我自己啊得有还钱能力 当然我可以是自然人 我也可以啊是法人 你甭管我是个什么 对吧只要我有还钱能力 我就可以去做这个保证人 但是来看第一个 机关法人不能作为保证人 为什么 所谓的机关法人呢 其实就指的是行政机关嘛 行政机关代表的是谁啊 行政机关呢代表的是国家 大家想一下 你能够作为国家去给去做担保吗 你把我国家的脸往哪放啊 所以呢国家不能去做保证 对吧 好第二个 以公义为目的的非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包括什么呀 大家想一下非盈利法人 什么事业单位了 社会团体了 基金会了 对吧还有服务机构了等等 那么他们是以公义为目的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他们多多少少是没有那个还钱能力的 而且呢有一半呢也是多多少少代表的是政府 代表的是国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也是不能去作为保证人的 好第三个呢说的是非法人组织 非法人组织不能作为保证人 我们在上一节课讲述的时候讲过 哪几个企业属于非法人组织啊 来有三个吧还能想着吗 第一个呢谁啊是个体户 对吧第二个呢个人独资企业 第三个呢叫合伙企业 对吧哎这三个 那么大家想想说为什么他们仨不能作为保证人呢 我们就拿着其中这个个体户呢来举例子就行了啊 好比如说小卖部 小卖部的话他就是个个体户 对吧那么大家想一下如果说小卖部出了问题以后 谁去担责 小卖部卖的商品出了问题以后谁去担责 是不是找老板啊是不是老板担责啊 是不是老板担责啊 是不是老板担责啊 对吧所以呢小卖部他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担责 说我直接去起诉小卖部 咱们说正常的如果我是一个法人的话 是吧你直接去起诉某个公司呀 如果是法人的话咱们去起诉公司对吧 那么现在我能不能去起诉小卖部啊不能呀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法人的资格他不能去独立的承担责任 谁来承担责任啊老板来承担责任 所以他承担不了责任 所以这个时候一样小卖部呢是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做保证人的 那所以呢怎么办老板直接呢当做自然人对吧 去当做保证人就行了啊 是这个意思就是小卖部他自己呢承担不了责任 所以呢 因为他是由他背后的老板或者背后的投资人 以自然人的名义去承担保证就行了啊 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 当家的啊 好之后呢来看一下这个保证责任 从现在开始就不一样了啊 咱上面这句话自己看我也不再解释了啊 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是2022年二件法规怎么改 99.9%一件法规他就怎么改 当然很可能一件法规呢还会有自己特立独行的地方 我再改个别的地方就是二件你还没有改到 我一件我接着改 那么这个呢咱们拿不准 但是呢咱们可以基本就肯定了二件法规怎么改 一件法规他就怎么改 你也不需要去降你也不需要去宅啊啊好就是两元店啊 好来看保证责任 对吧保证合同生效以后呢 我们应当在合同上约定保证的范围和保证期间的保证责任 好所谓的保证的范围呢包括什么呀 主债权和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一个费用那么什么叫担保的范围呢就换句话说就是我作为这个保证人我到后期我帮他还什么 我帮他还主债权 就是他借多少钱我帮他还多少钱 外加可能会产生利息 如果说他违约呢不还钱可能会产生违约金 我可能要帮他还 如果说给我们的银行造成了损失 可能会有损害赔偿金 我帮他赔偿 那么大家想一下 债务人到期不还钱的话 银行呢可能会催购吧 可能要去起诉吧 那么起诉的时候呢会产生诉讼的费用吧 那么诉讼的费用谁来担责啊 对吧就是我们的实现债权的费用啊 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说我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全都帮他还吗 不是 那么这是我帮他还的一个大概 那么一般呢就是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来处理 就是我们在合同里面约定 我帮他还主债权和利息 那么后期呢什么违约金啊 损害赔偿金啊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呢 我就不再帮他还了 就是有约定从约定 好之后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地方 在保证期间 债权人转让全部或者部分债权 没有通知保证人的 该转让呢 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 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那么刚刚呢讲的是念一呢 找银行 咱们假设是这是假银行啊 找的是假银行呢来借钱 在这里边念一呢 他属于啊债务人 银行呢属于啊债权人 好鲁巴呢就属于这个保证人 现在的话 假银行呢跟念一说 你不要把钱还给我了 你把钱还给野银行吧 那么大家想你看 这属于什么转变 假银行跟念一说 你不要把钱还给我了 你把钱还给野银行吧 这属于什么转变 这属于债权人转变吧 那大家想一下 对于鲁巴来说 有没有影响呀 有没有影响呀 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吧 为什么 你甭管是还给假 还是还给乙 对吧 我都是要念一呢 都是要去还这个钱的 如果他还不了的话 我作为保证人 我都要去帮他还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于我们鲁巴来说呢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呢怎么办 只需要通知保证人就行了 对吧 那么用不用取得保证人的统一呀 不需要 因为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的影响 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呢 一定要通知保证人 但是如果没有通知的话 那么这个转让呢 对保证人是不发生任何效力的 就说白了 后期呢 如果咱们就假设啊 假设 现在假呢 把这个债权转给的一样 没有通知鲁巴 已经转出去了 没有通知鲁巴 好 事后呢 念一呢 还不了这个钱了 问你啊 爷能不能来找鲁巴要钱 爷能不能找鲁巴要钱 现在没有通知鲁巴 是不能的 对吧 因为你没有通知我 所以呢 对我不发生效力 但是再来看 如果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 禁止债权转让 就是呢 哎 再回过去 鲁巴呢 和银行之间 有这么个约定 我只对你假银行下保证 我只对假银行下保证 啊 只对假下保证 在此期间 不得进行任何转让 那么大家想一下 现在的话 有了约定了 说 我只对你假来下保证 在此期间不能做任何的转让的话 如果假进行转让 这属于什么行为 这属于什么行为 在此期间 属于违约吧 是不是咱们有约定啊 说有约定 我只对你下保证 不能转让 现在你非要转让的话 是不是就属于违约了 那么属于违约的话 你需要怎么办 你需要怎么办 你是不是需要取得我的同意啊 我是合同当审吧 是我跟你下的约定吧 所以呢 咱们说 如果约定了 禁止债权转让的话 那么一定得取得我的书面同意 如果说没有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也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了 一定得取得同意啊 因为有约定嘛 因为有约定嘛 对吧 约定好了 不能转让 现在呢 你想要转让的话 一定得取得我的书面同意 没有同意呢 我就不再保证了啊 不再保证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啊 取消啊 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债务人啊 来看啊 好 债权人未经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如果允许了债务人转移全部 或者部分债务的话 那么保证人呢 对未经其同意转移的债务呢 就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了 什么意思呢 现在是这样的 念一呢 跟银行说啊 我不要还钱了 我让我 我让我媳妇小九来还钱啊 小九的图像呢 没有出来啊 好 那现在是这样的 念一呢 跟银行说 我不要还钱了 我让我的媳妇小九来帮我还钱 首先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的话 谁是新的债务人了 先搞清楚 谁是新的债务人了 是小九了吧 是不是跟念一就没有关系了 虽然由小九直接来还给银行钱 那么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是鲁班的话 你会怎么想 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会怎么想 好 你不还钱 你让你媳妇小九来帮你还钱 他呢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天天在家 对吧 看小猫 对吧 身上一毛钱也没有 后期呢 如果他还不了这个钱的话 是不是肯定是我来还钱 所以你会发现 对我们这个保证人 他有没有影响 有吧 是不是有影响 所以说只要对我有影响 那么一定得取得我的书面 同意 一定得取得我的书面 同意 如果没有取得我同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再承担责任了 但是再来看 第三人如果加入债务的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是不受影响的 这个第三人加入 什么意思 刚刚是这样的啊 念一呢 把债务转给了小九 对吧 那么跟念一呢 是没有一毛钱关系了 所以说是小九和银行之间有债务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小九呢 主动跑过来说 小九来了 说我要和念一一块还钱 来看啊 小九说 我要和念一一块还钱 那么大家想想 这个时候有几个债务人 有几个债务人 是不是俩呀 怎么办 念一来还钱 小九也来还钱 那么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鲁班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想 俩傻子 对吧 对吧 两个人来还钱 那么对我来说 影响大不大 大不大 没有任何的影响 对吧 而且呢 怎么办 两个人还钱 很可能还找不着我了 对吧 找不着我了 那这个时候干什么 保证人呢 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爱加不加 你加十个 那更好 对吧 那后期呢 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好 跟我没有关系了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是我们的这个 对 风险分担 对吧 风险分担 来接着往下走 说债权人和债务 未经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协议变工主债权债务合同的 如果说减轻债务 那么保证人呢 仍对变工以后的债务 来承担保证责任 什么意思呢 还是这样的 还回到这个地方 好 念一呢 找银行借了一百万 对吧 找银行借了一百万 那么鲁班呢 是不是就要帮他还一百万 现在呢 他们做了件什么事 念一呢 跟银行说 我不要借一百万了 我就借八十万 来看一下 对于鲁班来说 是好的事呢 还是坏事 本来帮他还一百万 现在帮他还八十万 是属于什么 少还了吧 所以呢 少还的话 对我来说是好事吧 那么好事的话 需不需要取得我的同意啊 好事的话 就不需要取得我的同意了 对吧 天上掉馅饼了 所以呢 没有经过我同意 你减轻债务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干什么 我需 我对变工以后的债务 来承担责任 也就说白了 我帮他还八十万了 对吧 我巴不得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不需要取得任何同意的 但是如果说加重债务的话 那么对加重的部分呢 是不承担责任的 什么意思啊 现在的话 念一呢 本来找银行借一百万 不借一百万了 借一百八十万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对于鲁班来说 有没有影响 有呀 本来帮他还一百万 现在还一百八十万 坏了 还要多还八十万吧 只要有影响的话 那么就得取得我的书面同意 所以呢 没有取得我的书面同意 那么我对加重的部分 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么问你 我帮他还多少钱 多少钱 原来的一百万 我还继续去还吧 而多的那八十万 我就不再去还了 对吧 多的那八十万 我就不再去还了 这是这个啊 然后呢 回过去啊 然后呢 再看 债权人和债务人 变工主债权债务合同的 履行期限 没有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保证期间就不受影响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好 我们来回过去 看一下啊 好 念一呢 跟银行呢 签了份合同 那么正常的话是这样的啊 说好的是 2021年的 5月31号还钱 对吧 那这叫什么 就叫主债权债务的 履行期限 就是最迟还款时间 是2021年的5月31号 现在给大家想一下 那么鲁班的话 什么时候进入保证期 什么时候进入保证期 还款期结束了 就进入保证期 对吧 所以呢 鲁班呢 就是2021年的6月1号 是不是进入了保证期啊 那么咱们假设帮他保两年 将假设帮他保两年 假设帮他保两年 那么就是从2021年的6月1号 往后推 是不是两年 是不是推两年 说未来的两年期 我来帮他保证 如果他我来帮他还钱 是这个意思 现在的话出了这么问题 什么问题啊 念一呢 跟银行说 我不要5月31号还钱了 我要多少 我要2021年的8月31号还钱 那么大家想一下 你是8月31号还钱 那我作为保证人的话 我的保证期从哪天算 是不是从2021年的9月1号期 往后推两年了 大家想一下 咱们知道 咱们都不希望考试延期吧 为什么吧 本来说好的是9月11号考试 你给我挪到了10月11号 我会特别的烦躁 咱们有句话叫早死早超生 对吧 那我是也是一样的 你想想 我从6月1号帮你去还这个钱 早死早超生 你非得给我挪往后挪三个月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肯定不行 那干什么 那你就得取得我的书面同意 如果说没有取得我的书面同意的话 我还怎么办 我还是从6月1号来还钱 我还是从6月1号还钱 好 这是这一个 之后呢 有人说 老师 如果说人家改成2021年的4月30号还钱呢 是不是有人说 老师我往前推了呢 往前推的话 大家想一下 那我作为我的话 我需要什么时候还钱 我需要从2021年的5月1号来提前帮他还了吧 是不是提前帮他还了 凭什么呀 我就从6月1号还钱 为什么 我6月1号之前我没有钱 我就不 对吧 我舅妈也不 所以呢 你甭管是这个还款时间往后推了 还是往前推了 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有影响的 那往后推我早死早 影响我早死早超收 你往前挪 我没钱 我不想还 对吧 我舅妈也不同意 我舅也不同意 所以呢 你甭管这个旅行期往后推还是往前推 那么对我来说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的话 我还按照原来的保证期来还钱 甭管是往后推还款日 还是往前推还款日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我一律按照原来的6月1号开始往后推保证期 那么我们再接着看啊 再接着看 好 债权人与债务人呢 可以约定保证期 但是约定的保证期 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 或者与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 视为没有约定 刚刚讲过 刚刚在这里讲过 对吧 保证期呢 就是从主债务往后推 比如说一年了 两年了 或者多少 是由双方呢 来进行约定的 现在的话 还是这么一个事 是怎么说的 说好的是 念一呢 是2021年的5月31号还钱 那么正常的履行期 怎么办 它应该是往后推吧 就说从什么 从2021年的6月1号期 往后算保证期 是吧 现在是这样约定的 说保证期呢 是2020年的3月1号 到2021年的3月31号 大家想一下 这个保证期 还在什么时间里边 是不是还在这个旅行期里 没有用 没有用 你想这同时发生 对后期我的保证 起不到任何作用 没有用 所以这个等于没有约定 或者说2020年的3月1号 到2021年的5月31号 这是一个保证期 有用吗 没有用 为什么 还是这样 还是处于一个病例存在的 你又想着 我们的保证期 应该是从旅行期限 届满往后推 往后推 不能比他早 不能跟他同时 一定是往后推的 那这个保证期呢 是有约定 从约定 我们可以约定 帮他保两年 可以约定帮他保一年 等等 但是来注意一下 如果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话 保证期间 为主债务 履行期 届满 之前 往后推 6个月 接着是往后推 没有约定 是往后推的 怎么办 好 约定好了是 5月31号还钱 2021年的 5月31号还钱 如果没有约定 保证期的话 到了5月31号了 是不是履行期 届满了 那么就从 2021年的 6月1号期 在没有约定的时候 往后推 6个月 就说白了 你需要在这6个月里边 来找我要钱 如果说这6个月里边 没来找我 这个保证人要钱的话 不好意思 后期啊 白白了你呢 对吧 保证期就是 你需要在这个 保证期里边要钱 有约定 从约定 比如说两年 那就在这两年里边 来找我要钱 如果两年满了 你还不来找我 那不好意思 我就不管了 那没有约定 就是6个月 你需要在这6个月里边 来找我要钱 如果6个月 没来找的话 不好意思 白白了啊 是这个 好 再来看啊 然后如果说 债权人与债务人 对主债务履行期限 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确的 什么叫主债务履行期限 没有约定 就是说 这个2021年5月31号还钱 他也没有约定 就说白了 哪一天还钱 没有说 咱们说嘛 还钱的最后的时间 往后推 保证期 对吧 现在这个还款时间都没有了 那么保证期怎么办呢 来看 所谓的保证期呢 自债权人 请求债务人 履行债务的宽限期 借满至起算 咱们说这个的话 其实跟后面那个借款合同 会有点联系 就是没有约定还款时间 甭管是借款人 还是贷款人 都可以随时还钱 我可以随时还给你钱 你也可以随时要求我还钱 那么现在的话 债权说 我限你 啊 限你三个月内还钱 啊 限你三个月内还钱 那么这就叫什么 这个呢 就叫做宽限期 啊 这个呢 就叫宽限期 好 那么三个月满了以后 对吧 三个月满了以后 推保证期 如果保证期有约定 就从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呢 就三个月期满了 往后推着六个月的保证期 没有小于六个月的啊 小于六个月都傻子 啊 都傻子 真的啊 没有小于六个月的啊 这个时候呢 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讲的内容呢 你会发现 给我们再来说一遍啊 我不起 我后边我就不再强调了啊 咱们讲的内容 跟二一版的一件教材不一样 为什么 咱们是参照着二二版的 二件法规教材来讲的 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以我们的视频为准就行了啊 以我们的视频 以我讲的为准就行了 好 我们来做题啊 来做题 这个就比较简单 是不是送分的 说保证合同是保证人和债权人签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送分 咱们就直接过了 大家选的是A 之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啊 来看这个 好 问你啊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 没有经过审判或仲裁 并且就债务人财产 以法强制执行 仍不能履行前 无权拒绝的事 就说白了 没有经过审判 没有经过强制执行 我也可以直接来找你这个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要钱的事 有哪几个 下落不明 且无财产 可供执行 对吧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书面表示 而不是口头表示 已经受理了破产案件 破产了 那也是 有证据证明 不足以旅行 全部债务 有证据证明 丧失了旅行的能力 所以答案选的是ACDE ACDE 好 来看17年这个地方考的 好 现实单位和以呢 签了份施工合同 有饼呢 来作为支付担保 对吧 担保方式是一般保证 假呢 到期没有给钱 对吧 应当怎么办 到期没有还钱的话 咱们说嘛 应该是先 你就是哪怕在一般保证期 到了保证期 就是说到期不还钱 5月31号没有还钱 是不是 进入保证期了 那么在这个保证期里边呢 哪怕是一般保证 你也需要去干什么 先去催告他还钱 起诉他还钱 强制执行 执行完了以后呢 再去找保证要钱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应当还是先去找债务人 先行支付 如果他支付不了的话 再去找饼来要钱 所以选择是C选项 好 再来看15年的这么道题 15年的 就给大家提论一下 关键点就行了 咱们不浪费时间了 说在担保合同中 没有约定担保方式 那么问你啊 担保责任是什么东西 就行了 有约定 从约定 没有约定 按照一般保证 对吧 答案选择是A选项 A选项 好 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这道题 甲向以借款100万 有饼呢 来作为保证人 合同签订三个月以后 甲和乙协商将贷款金额 增加到150万 本来我是保证人 我帮你还100万 现在呢 你要增加到150万 所以我帮你多华子吧 那对我来说是有影响的吧 只要有影响 那么干什么 是要取得我的书面同意 是不是书面同意啊 那么现在的话 通知了饼 饼没有答复 那么就视为怎么吧 视为他不同意 不同意的话 咱们说对加重的部分 是不再担保的 但是需要对100万来承担责任 对吧 而宗家的50万呢 就不再保证了啊 所以答案选择是D选项啊 D选项 好 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一件 思维人生 这是一件 不是二件啊 这是一件 不是二件 讲完题 休息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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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三道题了 快了 好 加以双方签了买卖合同 秉为以的债务呢 提供保证 但是没有约定担保方式和保证期间 好 没有约定担保方式 那就什么呀 没有约定担保方式 那么他就是一般保证 没有约定保证期间 那就是什么呀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支持前几个月 六个月 而不是12个月 对吧 A选项来看 说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是相同的 这个呢 跟我们的第八章有点联系 现在来说 你就知道 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就是六个月 而诉讼时效的话是三年 所以他们的时间不相同 不相同 好 来看递选项 假债保证期 没有经过丙的同意 将主债权转让给丁 丙呢 就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了 那么咱们前面讲过 对吧 债权转让 需不需要取得书面同意 债权转让需不需要取得同意 原则就是 原则就是 只需要怎么办 只需要通知 是不是就行了 是不是只需要通知就行了 不需要取得同意 当然 如果说约定了禁止转让的话 那么才需要取得同意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他并没有说的那么清楚 然后一个基本的就行了 就认为他没有约定 那就是一定要通知 但是不需要取得同意 所以这个呢 是错的 好 假在保证期间 没有要求丙呢 承担保证责任 就在这个保证期里边 甭光是 这一个是六个月 对吧 在这六个月里边 没有找这个保证要钱 那么到期了以后 丙呢 就免除保证责任了 刚刚有人说 老师 保证期满了 怎么办 你直接再去找这个债务人要钱 那跟我保证人没有关系了 那跟反正跟我没有关系 你能不能要的回来 那是你的事了 反正跟我保证人没有关系了 所以答案呢 选的是B和E B和E 下列主体中 有保证人资格的事 首先的话 咱们看一下 第一个公益事业单位 对吧 事业单位的话 属于非盈利法人 所以这个不要去选 第二个建筑行业协会 当时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出现协会 叫什么来着 出现协会 叫什么来着 还能想着吗 出现协会 叫什么来着 叫社会团体 那么社会团体属于什么呀 社会团体属于非盈利法人 对吧 所以这个也不行 好 有人说老师选C C的话来看 这两个字叫什么 这两个字叫什么 清算 什么时候清算 破产才清算 对吧 你没有还钱农利了 所以这个时候谁呀 国有金融机构 你不 有人说老师国有 不代表国家吗 那可不一定 四大银行 工商 农业 对吧 还有谁呀 中国银行 忘了 我不知道建设银行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又想你如果学 咱们咱们一家还没有学那个逼法 如果你学管理的话 你也会发现 后边的话 我们法国也会说 就是在进行投标的时候 或者说旅行合同的时候呢 要出具银行的保证书 这个时候呢 一般呢 找银行就行了 你不管我国有的还是私有的 对吧 我都是赚钱嘛 而且咱们说四大银行都世界500强了 这个时候它是有还钱能力的 所以呢 它是可以作为保证人的啊 所以选D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